Starship以及乐华发表官方立场了 公司称与腾讯签署的合约是可以并行两个团的活动 同时他们表示腾讯节目方也为与其进行商议 就擅自更改两人的微博名字 这也违反了合约内容 希望能尽快做出正确的修改 到时轩宜和美琪也将同时进行两个组合的活动 并非执疑火箭少女的名义活动 最后韩国Starship与乐华娱乐方面表示 作为中国国内最大规模的社交平台 希望腾讯能遵守合同 与合同书上的协议保持一致 宇宙少女所属社发表官方立场回应表示 吴轩宜、孟美琪将不会离开组合活动 宇宙少女完整体下半年回归 那么问题来了 有网友就说微博名只有在其账号拥有者手上才能更改名字 韩国经纪公司斥责节目组为和他商议就改名 那是否可以说明孟美琪和吴轩宜的账号不是由本人管理的 而是工作人员代为管理微博的 今天他俩的经纪公司重申孟美琪和吴轩宜 将以火箭少女和宇宙少女两团并行 同时还斥责了腾讯 没经同意就修改两人的微博昵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